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陈子彦 历时七年建设的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 于6月30日正式通车市运营 它是目前全球范围内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 华海集群工程之一 它全长为24公里 采用了双向八车道 时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标准 也拉近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距离 今天中心社记者就从香港登上跨境大巴 带大家全程体验深中通道 走,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 跨境巴士公司在车站举行欢送仪式 现场可见不少乘客前来体验 见香港有几天假期 那就是和爹地妈咪上去玩一下 看新闻说庆遍了七年 那样又好像是很宏伟地上去行一下 心中通道给我感觉是国之重器 这个是中央为及大湾区的一个很大的重要工程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一定快了 吸引更多中山人过来观塘消费 跨境巴士从香港市中心出发 行驶约40分钟抵达深圳湾口岸 当日深圳湾口岸通关时间约10分钟 刚刚记者在深圳湾过完关以后 只开了大概10分钟就已经在广深沿江高速上了 在这里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深中大桥的轮廓 那么从深圳前往深中通道 要经过位于深圳保安机场南侧的东仁公岛 该岛是中国国内首个高速公路 水下枢纽互通一交 随后我们会从西人公岛离开海底 来到深中大桥上 这座大桥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海中钢箱梁选锁桥 和世界上最高通航近空尺度的跨海桥梁 有线上旅行社平台推出深中通道包车来回套餐 有消费者表示性价比高 且经深中通道去中山直接不绕路 未来会继续考虑选择使用其出行 不用500元 其实都很便宜 包一晚酒店和有一个咸茶的 是那些电视节目 就是介绍 如果你通过这个深圳通道 你可以去到什么 茂名阳光这些地方 你可以去旅游 其实气温都挺适合 都干净 还有车厢的距离都OK 挺舒适 我相信都会选回深中通道 开通式运营当日 深中通道运营部门的数据显示 通车后一小时内车流量超过7000车次 有香港旅游越界管理层人士表示 早前推出的深中通道体验团反响热烈 未来会考虑推出更多相关旅游产品 我相信我们深中通道开通了 整个大湾区和香港的融合一定是加强了很多 因为无论时间变节 出尽了两地的市民 大家去往返去旅游 这个都会加速整个大湾区的融合 我们预计我们未来都会和中山的一些酒店 商圈 去合作多些 去推出多些这些优惠的市民 都很希望就是 未来会有更多这些大型的 在大湾区的基建工程 令到交通网络更加完善 令到我们整个大湾区的融合 更加发展得快